下游,各位同友们,大家上午好 我是苏千中学,1992届的刘强登 可以说,征学时代啊,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我相信征学时代,对我们今天带走的每一个人 都是医生当中最最最最关键的纪念 我也常常如此 所以说我这辈子无数的第一次都是发生在我的母校 苏千中学 在来到苏千中学之前,我们说的是来龙话 第一次听到苏千话 就是我们上物理课的时候 我们物理老师讲这个原子和电子的时候 说一个电子抹这儿了,一个电子抹那儿了 那个电子干哪儿去了 我还记得晚上高的时候啊 坐在,有一周末 坐在我们老的苏千中学老校区 那个幼儿鸭湖旁边 那个石头上正在看书 突然第一次看到了我的我们的小花师姐 这个眼神啊忍不住的盯着他看 突然一下 小花师姐转身啊 半怒半笑的问我 你看啥 当时我吓着 差一点就跳到了幼儿湖里面去了 一直到过了无数年 遇到我的太太的时候 我才明白 哇 原来那是第一次恋爱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我和苏千中学的故事啊 三天再也讲不完 但是在有限的时间 我非常想跟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 如何能够看得更远 走得更远 谈到这个话题 我想我必须跟大家讲讲 当年在上苏千中学那个时代 整个的一个社会背景 那个年代 比如说我们苏千是非常平行的 我也是生长在一个来龙镇 一个非常平行的农村的家庭 请到什么时候 只能给大家做一件事情 这个行动 每一年 最多农一次或者两次 吃到猪肉的时候 这个每次吃猪肉的时候 记得跟外婆去我们来龙镇 买猪肉 那年的卖猪肉只有公号上能卖 其他人不允许卖猪肉 这个每次买肉的时候呢 我外婆还要给卖肉的 送两斤花生 加了收到花生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给了它花生之后 它一刀下去 就给你多切点肥肉 你如果不给它的东西呢 一刀下去都是瘦肉 回家就扑了 为什么要肥肉呢 因为肥肉有油 回去把它切成小肉片的 然后卤出油 放在那罐头瓶里面 要吸到梁上 吸到梁上 不是怕小猫下我偷吃 怕我们偷吃 然后呢 偶尔呢 家里面特别高兴的时候呢 外婆把这个 昆油啊 从梁上 放下来 瓦勺子 放在我们白米饭里面 在那时候 我还是家庭所有的成员里面 第一个化名 吃完饭之后 一定要开水 再去冲了碗 可以喝好几次汤 因为有油 就是情中那样的 那年代 在时候农村是广阔的天地 但是我们看多远呢 我只能看到我们村长 屋檐底下挂的很多的猪肉 前村村民都没什么可适的 但是我们村长家里面猪肉吃完 所以那年代 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做个村长 做村长并不想自己吃到猪肉 我在想 我做一名村长的时候 能不能把猪肉分给全体的村民 让大家都能够吃到猪肉 后来上了小学 大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们来龙镇 第一次来了店 为了开那个店 当时我还是班长 带着我们全班同学 下过下上课之后 从我们长安村步行到来龙镇 他在镇政府院门口 看着镇政府大爷们 那个电筒炮的亮着光 我们在炒顿 那烫手吗 能点烟吗 电筒哪来 那第一次给了我的震 我就在想 电筒哪来 我应该去看看 我应该看得更远一点 不应该是指示我们的村长 后来上了初中 我记得我初中 在上四天中国之前 自己攒了很多年 攒了五十块钱 就是怀出来一个梦想 想看得更远一点 想等着更远一点 我带着五十块钱去旅游 穿着大裤衩 两国金汉衫 习着上拖鞋 手里钻着五十块钱 我要去看看这世界怎么样 从我们来轮人坐车到许州 从许州坐我轮到南京 到了南京是凌晨一点钟 我第一次到了大都市 看到了 影不切切的一城市 看到了那个年代 我们江苏政府 叫金陵大厦 三人系统高 绕着大楼 我走了很多圈 老实说 我才知道 世界上有比我们数千 更大的损失 有共同的秘密 当年我从南京坐船到九江的路上 我就在想北京是什么样 上海是什么样 还有纽约 还有伦敦 还有东京 所以到了苏联博 三年也感谢我们校 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三年之后 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那一年我所有的志愿 我只报了两城市 就是北京和上海 老实说 对于我来讲 上海是什么学校 不是最正好 我一定要去中国最大的都市 去上学 因为我坚信 在那我可以站在动稿 我可以看在动员 我还可以走在动员 当年来到我们四天中学的时候 我是背着十几大米 一罐酱豆子 去人民大学上海的时候 是带着500块钱和76个鸡蛋 去上学 在那个年代 我们学生呢 基本上分为两类 一类的是努力的学习 但是呢 比较占少数 为什么呢 因为那年代大学生都是算是国家干部 包分配的 上了大学 等于上了保险 也非常非常感谢 有很多的人 不上以后都在打不客 非常感谢我们伟大的苏钱人民 在那个年代没有发明伟大的灌难 如果要是有灌难的话 我现在在那时候 每个资料估计都在打官呐 但是老实说 我没有打过一次浮 没有打过一次麻将 整整四年在努力的学习 因为我知道 北京不是我的终点 还有公园的地方 我可以去 所以开始创业 一直到2000年 第一次去了美国 看到到拉斯维加斯 看到了洛杉矶 看到了纽约 有的人说 刘兄弟说着干什么呢 那已经走到全世界了 但是其实不 我想告诉朋友们 人类的眼光 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今天我们人类看到了多远 可以告诉大家 哈勃万眼镜 已经看到了数十亿光年前的可能事情 我们甚至于人类 已经看到了整个星系的诞生 和毁灭的历史 我们人类的足迹走到哪了 在1969年 我们已经走到了右圈上去 大概在两个之前 人类的飞行器 已经到达了火星 就在昨天 我们人类第一个人造的飞行器 已经脱离了我们太阳系 飞行了整整四十年 我有个朋友 叫尤瑞 他正在跟霍金先生 联合作为项目 他的目标 是要造一个人飞行器 以接近光速的三分之一的速度 要飞行整整十二年 到达一个遥远遥远的一个星星上面去 从这些星星 离我们有多远 传回一张照片 每次跟我们通信 发出来信息 我们需要等待四年 才能够收到那个讯息 今天老实说 我依然在努力的学习看书 在上学 今天我还在青岛大学上学 明天还就继续上学 今天我依然每天工作 可以说是十六个小时 没有周六周日 为什么 并不是仅仅为了事业的成就 我希望 我的每天的学习 都能够让我看到公园 我每天的努力 都能够让我走到公园 老实说 我去了北京 花了分手了征务十年 我们只是得到了北京人 北京的一个孩子 这基础的东西 我也分手了二十年 才跑到了美国 才跟东京人 纽约人 伦敦人 可以说站在同一起跑一下 但今天 我们的国家跟以前 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的国家 是一流的国家 今天我们带着各位 师弟和师妹们 你们再不要奋斗十年 二年 跟别的国家孩子 站在同一起跑一下 你们从圣阿兰那天开始 就是跟全世界的孩子们 几乎站在同一起跑一下 过去我们发了三十年 只是赶上了别人 未来我们靠什么就超越别人 我坚信 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们 你们只有比别的国家的孩子 看得更远 也只有比别的国家的孩子 走得更远 才能够让我们的国家 更加的伟大 我们的孝训 至此很高远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 我相信我们再也不会 为哪个小事烦荡 前一天 我看到我们有个初中的女孩子 为她呢 因为失恋 为她男友跳楼自杀 这是因为她只看到了一个男孩子 如果她能看到公园的话 在这个男孩子背后 还有无数更加帅气 更加有才华的男人 无数 所以各位同学们 让我们秉重我们的孝心 引进我们的孝心 让我们一起努力 去探索这个世界 请大家是不是抬起她的头 看向远方 让我们永远看得共演 走得共演 最后 祝母校九十岁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